剛剛是用偶爾的邏輯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AND的邏輯 可不可以呢?當然其實也可以的 只是你可能要分析一下 反正就是我剛剛講的邏輯 基本上偶爾是這個部分 跟這個部分不標準 那我如果AND的話是這個方向 反過來連擊 但是是要AND的 所以做法上 你大概可以用圖示 那這邊一樣先打個AND 前刮虎 什麼呢? 這一次儲存格 如果它是小於5% 小於5% 第二個條件 逗點 這個一樣的儲存格 它如果是大於-5% 大於-5% 後刮虎 反正只有兩個條件 那我們就是 因為如果說 它是 小於盤子5% 那跟大於-5% 那這個中間是所謂的標準 所以我們把那個邏輯 這個輸出的 這個標準跟不標準 兩個把它顛倒了 這個符合條件 這個符合條件就標準 反之就不標準 按著確定 那基本上 你把它向下填滿 最後的結果 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並沒有什麼不同 只是說那個 我們用的邏輯 不太一樣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所以有時候同樣一個問題 你的思考的方向不一樣 那最後的 雖然你用的函數 我們用偶爾跟AND 其實你會發現 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跟各位說明一下 你可以用AND或偶爾 其實都可以 好 再來的話 也許我們VBA 那VBA 至少會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按下按鈕 然後另外的話 是插入一個自定函數 增減體重百分比 函數 那給一個增減體重就好了 確定 向下填滿 結果一樣可以 那這樣其實會比較簡單 甚至完全不需要判斷 你只要知道有這個函數的存在 其實就可以把這個做出來 那做法上 大概怎麼做 其實第一個 我們可以先 做這個按鈕 按鈕的話 清除比較簡單 清除其實就是把這個範圍 資料清空 那增減體重百分比 其實你也可以先做清楚 然後再來複製 把它做修改 那其實比較大的差異 這個主要是這個if 所以公式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城市 其實蠻多地方 都跟前面蠻類似的 第一個 請告訴我 你的回圈範圍 第四列到第三列 4i等於四列到13 NAS 有沒有 4NAS 然後呢 這個範圍知道之後 接下來就是什麼 條件 你要想說 什麼條件 如果 特別注意就是 哪一欄 那這裡的話 哪一欄的話 我是 去針對追欄 做判斷 輸出到哪一欄呢 輸出到L欄 所以喔 我基本上呢 先判斷 所以 Sales I 都點追欄 追欄喔 是追欄喔 大於 那我用偶的話 是 大於 百分之五 不過特別注意喔 在VBA裡面喔 你不能打這樣百分之五 因為喔 VBA 它這個百分比喔 的符號有其他用途 你不能夠 使用這樣的方式來敘述 所以必須把它轉換成 0.05 OK喔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VBA 第二個的話呢 或者 條件喔 剛剛的偶爾喔 我們是用中間加豆點 不過在VBA裡面 它是 一個條件 偶爾 第二個條件 那之前有同學想說 老師是不是 Sales 這個 這一欄啊 有了 是不是這邊可以不用打 不行 還是要打 OK 這個是固定的規則喔 一定要打 你不能說喔 自己意想天開喔 把它換一個寫法 不行 它不接受 它一定要這樣的固定的寫法 然後 輸出到哪裡 L欄 不標準 反之就不要 反之就標準 OK 所以這邊會兩重邏輯啦 只是把這個邏輯放在 FOR回圈裡面 那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自動化生產 反正你就是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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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個一個判斷 進來 資料 我判斷完 丟出什麼 所以進來的資料 是這一欄的資料 輸出到哪一欄 輸出到L欄 OK喔 所以基本上呢 做完之後呢 那你在 這邊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它 輸出結果 沒問題 那當然你可以 自己再設計一個清除吧 輸出 清除 程式其實沒有起行啦 就是這樣 這樣寫 所以 等一下也許可以自己動手做一下吧 當然這個程式 雲端上也有 好 第一個是 有關那個VBA的按鈕部分 這個前面寫的蠻多的 類似 這算簡單的 OK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插入函數 可以在使用者定義裡面 自動出現什麼 增減體重百分比函數 按確定 給它一個這個東西 它會給我一個結果 向下填滿就好了 那這個地方 這個怎麼做 第一個呢 當然 我們前面有講過 一 插入一個程序 用Function 名稱的話呢 叫增減體重百分比函數 我這邊名稱比較長一點點 按個確定 二的話呢 跟使用者要一個什麼 增減體重百分比 中間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你要寫的 寫一個什麼 邏輯判斷 如果 增減體重百分比 就這個 它給你的東西 大於百分之五 或者是 小於 負反之五的話 那 反還給誰 這個函數本身 有沒有 不標準 所以特別重要 前面 一定是 由 它這個名稱 來接 它這個名稱 來接 OK 所以這樣 其實就可以寫完 我們要的結果了 那當然 其實 這個方選 前面講過 你也可以 除了可以插入函數 可以用之外 表單裡面也可以呼叫 呼叫到它沒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是增減體重百分比函數 最後我多補充了一個 就是所謂的 因為 假如說 這個是一個健身中心 它可能會需要 就是 留下 因為可能健身中心 它的會員 它想說 那可不可以幫我留下 那個 不標準的 因為其實會需要健身的 大部分都是什麼 不標準的 標準的其實 比較起來 它已經夠標準了 所以不需要再去跟它 就是行銷 所以現在很需要 你行銷的對象要是對的 你不要說 人家已經身材這麼標準 你還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來參加我們減重班 想說我都已經這麼瘦了 我還要跟你減重嗎 或者怎麼樣 所以那你要找的就是 可能不標準裡面 而且還是過胖的 那可能就是 因為你那個東西 給對的人 自然就很容易就 把它推出 就是賣出去 如果說相對的 你找的那個 錯誤的人 那當然就 而且現在 的行銷 手法越來越高明了 比如說你在網路上 瀏覽的一切行為 它都會幫你記下來 而且你買過的東西 它隨時都會跳出來 一直引誘你 引誘你去買那個東西 而且還跟你講 現在越來越 價格越來越低 或者是說呢 什麼 反正就是 讓你 有時候 失去理性 的時候呢 或者是 跟另外一半 吵架的時候 想說 欸 要 就把它買下 也不用很高的單價 而且最近 百貨公司 是周年慶 現在其實還蠻划算的 像那個 收購那邊最近 塞車還蠻嚴重的 而且 我都女生比較多 因為 因為 後來我發現 其實很多東西 商品的行銷 有些東西還是沒有辦法用理性 大部分其實都是一種衝動 所以有的時候 可能你在行銷上面 是不是說 針對 對的人去做 對的行銷 那以這個 辦理來看呢 假如我需要怎麼樣 把標準的部分刪除的話 最好是 你先複製 你先把這個 先複製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你刪掉之後 它是不可逆的 它沒有辦法說 按Ctrl-Z 復原 不行 所以 把這個工作表複製 按Ctrl-鍵 複製一個 那我這邊demo給各位看 就是 刪除 我標準的部分 欸 你會發現有沒有 刪除掉了 那因為它不可逆喔 所以 它這個地方 就沒辦法回頭了 就沒辦法Ctrl-Z 還原 所以 最好是 你要做練習之前 可以先把這個工作表 按Ctrl-鍵 複製一個 再來做 刪除的動作 那刪除部分 特別注意喔 我這邊有強調一個反向 其實為什麼要反向 你想說 老師那是不是 For I 等於4到13 然後呢 找到 當那個條件 如果是標準的話 那我就把這一列給刪掉 好 那一般的邏輯是這樣 只是說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把原來的第9列刪掉的時候 那 再來就第10列嘛 也要刪掉 可是你會發現我刪掉第9列 會產生什麼變化呢 欸 你會發現喔 第9列不見了 可是第10列呢 也不見了 也不是不見了 原來的第10列喔 變成 跑到第9列 原來的第11列 跑到第10列 所以 位置呢 被更改了 那這樣很麻煩喔 因為 如果你喔 假如說你 位置變了 那變成說你 是不是 刪掉第9 本來應該刪第10的 結果第10喔 跑到第9了 所以你變成什麼 欸 要把什麼 挨的值在減1 再來 這樣很麻煩 還要再加1或減1啦 就是會有那個 數字上面的錯亂 所以喔 如果以後呢 遇到刪除的話 我是建議你回圈反向跑 欸什麼 你想說 之前不是都教4到13嗎 現在喔 請你把它改成13到4 越來越少 那想說有什麼差別嗎 有 比如說我今天喔 刪掉 13列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會不會影響12列呢 不會啊 12列還在啊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假如說刪掉 再往上刪 刪掉 第12列 好 它也不會影響 反正就一直往上 OK 所以喔 刪除的話呢 建議喔 是反向 那可是反向要怎麼寫啊 基本上喔 只是多一個動作 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 這邊的話喔 這個 第一個一樣喔 如果你要反向的話 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的名稱 增減體重刪除 阿記得喔 你們在刪除之前喔 一定要複製一個 新的工作表喔 不然的話 你原來的工作表會不見喔 就是 不可逆的喔 然後呢 那名稱叫增減體重刪除 底線反向 那比較重要的是 回圈是for i 等於 13到4 欸 剛剛不是4到4 只是差別是後面多一個 就是打一個什麼 step step意思是階層啦 預設是step1啦 越來越多 可是我要越來越少的負1就可以了 加一個step負1 它就會怎樣 13 欸負1的話就是 就是等於是 再向下一個 12 一直到 關鍵就是這個step負1 那 怎麼去刪除喔 其實這邊會多學一個叫Raw Rawse的物件 這個Rawse喔 顧名思義啦 就是指的是所有的列 那刮呼 其實列的集合啦 指的就是說 列的物件 然後呢 你要刪掉哪一列 後面有個刮呼 哪一列 其實是因為 比如說 第13列 判斷一下它的K欄 這個指的是 第13列的K欄 是不是標準 欸 如果是的話呢 第13列是不是 是嘛 標準 那我就怎麼樣 把 第13列 給刪除 後面就是點Delete就可以 然後就刪掉 刪掉之後呢 再來換第12列 第12列呢 是不是標準 是 那就再把它刪掉 一直在推 所以呢 我們做 寫完這個之後的話 可以來執行看看 其實執行的話 建議是 再增加一個按鈕 把它放在這邊 按刪除 有沒有刪掉了 不過各位有沒有注意一點 刪除的過程當中 好像少了一些什麼東西 有沒有發現 這個我把它複製一下 本來我下面有一個按鈕的 那我按一下它之後 這個按鈕會消失 那為什麼會消失 其實道理很簡單 你按滑鼠右鍵 控制向格式 這個摘要資訊 預設是 它的按鈕大小位置 隨儲存格改變 意思是說 如果那一列被刪掉 那那個儲存格 其實也會不見 所以怎麼辦呢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格改變就好了 所以你這邊改一下 記得這個儲存格 按右鍵 好像這個前面好像也有提過 所以按確定 那把它反向刪除 OK 好 所以這部分呢就完成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東西 其實在程式碼裡面也有 所以我這邊也有 把那個剛剛的公式 偶爾 END 然後剛剛這一段程式 那FUNCTION 在這邊 反向刪除在這邊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試試看